政府建議擴大交袋徵費計劃 全港零售點或一都要收交袋稅 但不用上繳政府減省行政開支 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上 多位議員都認為政府提出的建議是倒退 希望繼續向大型超市徵收交袋稅 當你說要擴大之後 你告訴消費者 現在你的交袋稅2000多萬 就代入八街、圍康 這些大型超市 他就賺得不夠多 還要給他賺多二千多萬 我真的很希望政府可以考慮這個商櫃 有些可能是因為它的規模比較費用 比如中小企或者媽媽、爸爸店舖 根本是很難去做到這個登記 所以在這方面有不同的處理 這是有一定的政策的原因在背後 每位議員提到這個問題 政府的出發點都不是希望那個計劃裏面 會有些人額外受惠 如果你要將它劃分開兩方面來說 坦白說我們想過議員提出一方面的建議 但實際上在法律上 這個是有構成一個困難甚至一個爭議 另外邱騰華又說 同業界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大型超市願意將不用上繳的交代徵費 作其他慈善或者環保用途 香港昏返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